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会自动系鞋带的鞋子类似 奥迪是一家引领行业科技对未来有责任感的品牌 这次选择A8L来运送这双极具科技感和未来感的鞋子 还因为它将上市两款新车 分别是60TFSI和60TFSIE 在当下这个地级车以4缸2.0T和6缸3.0T为主要动力的时代 A8L除了目前在售的50和55车型上的3.0T6缸发动机 即将上市的60TFSI车型搭载了一台4.0T V8的发动机 拥有460马力的最大功率和660牛米的峰值扭矩 0百加速4.5秒 这个成绩要比上一代车型搭载W12发动机的版本还要快 而插电混动的60TFSIE也并没有搭载4缸2.0T发动机 6缸发动机的插电混动系统拥有449马力的综合最大功率 以及700牛米的综合峰值扭矩 它还能够做到51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 0百加速4.9秒 跟同级别的竞争对手相比 它拥有更优秀的动力表现和综合油耗 此外它还能让用户享受到一些政策的福利 技术层面 60TFSI车型装备了一套EABC主动智能车身控制系统 它可以在弯中主动的调整车身的平衡 更可以在侧面碰撞的时候抬起一侧的车身 让闭柱和车门避免直接碰撞 减少对车内驾乘人员的伤害 那这项技术啊 奔驰比奥迪晚了半代车型才应用 而宝马至今并没有装备此项技术 收伙人还没到 我们先停下来看看A8L的车内 MI B3和新一代奥迪互联系统 包括虚拟驾驶舱Plus 现在已经在A8L上全部标配 用户能够通过奥迪应用市场下载APP 另外新一代互联系统还能够查询天气 甚至还支持餐厅在线等位 以及停车和加油的在线支付 当然 OTA升级也是奥迪新一代互联系统 必不可少的功能 除了新的系统进一步提升的科技感 新款A8L的内饰依然是奥迪顶级的 精致高级的皮质和木材 给用户带来了极佳的尊贵体验 即将上市的60T FSI和60T FSI E两款车型 丰富了A8L的动力布局 让奥迪品牌产品线的组合权更加有力 诶 这不是蔡总吗 说话的人是你啊 哟 李昂斯邦德 你不零零七吗 怎么改做李昂斯产生了 多体验体验人生嘛 我要的货呢 上车 你这鞋子有点东西啊 不给我演示一下吗 手GF直接可以控制它鞋带自动寄进 这鞋就和你的车一样 科技带来美好生活啊 能纵揽当下和未来 走在时代前沿 并且能够引领未来趋势 是A8L的精神 除了它 奥迪8家族还有Q8和R8 前者将运动豪华越野完美融合 开创了新豪华美学 溜背造型在突破了美学的同时 还保证了后排的乘坐空间 纯机械中央差速器的Quattro全时四驱系统 兼具了公路与越野 实现了全路况的强悍性能表现 后者拥有赛车的绝统和V10发动机的稀有 3.2秒破百 急速330公里每小时 犹如一级保护动物般的V10自然吸气发动机 让它有着独特的气质 奥迪独有的Ultra Lightweight ASF车身框架结构 引领了豪华车的车身框架设置方向 奥迪8家族是奥迪品牌 现代精致形象价值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